請問要不要動 因為我們有那個 住國環嘛 讓他國情的時候啊 綁在陰睛根部 讓他的陰度變比較好 那有一天他回家就 在他的廁所裡 找不到這個環 然後找不到這個環 他就四處看 他說我到底丟在哪裡 丟在哪裡 後來他走投一看 在清潔他們家的那個廢用 然後保在哪裡 好可怕 他說我是要跟他拿還是不拿 還是要跟他說那是我用的 還是不要告訴他 我比你一直很糾結 老師你可不可以再送我一條 大部分有一些像羊鬼的個案 那個水流的會回流的比較快一點點 他就沒有辦法起床 所以他的硬度就會不夠 那他如果綁了以後 他會回流的問題慢一點 蛤那這樣不會預清喔 不會啦 你有沒有受傷怎麼會預清 不是啊 那個綁住感覺是像象提琴人的概念 對阿 他是類似那種概念 他綁久了不會不舒服 不會 除非他如果真的不舒服會痛的話 再拔掉就好 他如果一般來說他是不是不安心 喔 他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那個是正常的 他會有點長 有不習慣那種質感的感覺 那是不是很長 那如果說他保養的時候 他是不舒服 就是會痛 那個就不對了 請不要用寶便當的橡皮肩寶 因為那個粗細很痛 因為他太細的話他會很容易 因為接觸的面積越小 他越容易產生疼痛感 那我們為什麼可以研發這樣的產品 是因為我們試過非常非常多的 只有這個尺寸 然後這個粗度的才是桿桿好的 你要是太粗或太細 或者是太大或太小 都沒有辦法使用 我們是有去做了很多很多的測試 之後才研發出這個產品 只有松腐油 喔 只有松腐油 只有松腐油啊 因為是我們自己研發的產品 我們沒有對外銷售啊 正常的話也是可以用 正常就會變成練粗練長 這個就不需要了 我們可以拿一袋子 給你